Nale聊四季 天天的东西 大家好 我是Nale 今天来看玛丽人对上阿兹特克人 这场比赛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下面介绍一下蓝芳水泽的文明是玛丽人 玛丽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黄金可以挖得更久 而且采集资源跟收集资源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点 所以玛丽人比较适合打黄金兵种特化 例如封剑时代打装甲步兵配弓箭手 封剑时代打骑士配弓兵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玛丽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虽然他有强弩但没有三级色 所以这一点到了后期需要特别注意 那玛丽人他的彪悍精神才是玛丽人的精髓 可以让骑兵的伤害加很多 轻骑兵骆驼骑士伤害都是非常高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支援的携带量是所有支援都是加3的 如果你是要踩木头、食物、黄金、石头 都是额外加深 所以这个村民会拿到13片肉才会放进去 那这个效果让阿兹特克人的经济前中后期 都处于一个不错的水平 那阿兹特克人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步兵 还有僧侣 因为他僧侣每一个科技都可以加5点的血量 所以现在阿兹特克人血量可以高达100滴血 那阿兹特克人他的步兵单位是有这个龙冠战争的 所以他的枪兵虽然不能升级到极兵 但是以重装长枪兵来说伤害也是特别高的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 阿兹对上玛丽这个情况 通常阿兹特克的城堡时代会多打这个僧侣 那以现在黑暗时代来说要打出节奏来看的话 阿兹特克人可以考虑直接打这个老鹰爆 好因爆逼对手玛丽这边转肉马 如果不转弓兵的话 阿兹特克人这边优势会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玛丽这边挖金速度很快 不管怎么说两边都是顶尖选手 我们先不要预判太多 先来看一下MBL 这里是决定 先稍微微一下 那这边的路好像有点远 赶路感觉有点远 好那这里要怎么围加呢 那如果是这样子围的话 这边很难围喔 而且赌金在前方 这里不是 诶诶诶小心小心 反打一下 诶要戳死了 哎呀阿兹特克人黑暗时代很麻烦 攻击力4点伤害啊 早点出门能抓到一村喔 就很赚了 好但是肉马还是过来解决掉这只 因赤猴 好阿兹特克点下了织布技术 好玛丽人这里是补下了军营 没有打棒棒 棒棒不打 决定把这个肉推一推 诶结果还是要打棒棒啊 我还想说他下军营 本来是因为要推入 推得很盛才要打棒棒 推不顺就不打 结果还是要打这个 玛丽装甲 转弓兵 那这个就跟我们开头说到的一样 就是玛丽其实很适合 打这种黄金兵策略 那封建时代转一堆弓兵 到了奴兵时代 然后再配骑士骆驼 这个双黄金兵压制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打法 对于玛丽人来说 是一个很强 哎呦 结果阿兹这里也是打棒棒开局 四棒棒 比你更疼 那我要再补一支了 可以补到四支 这边来看一下两边的细节操作 阿丽人这边想要上高地 是阿兹想要上高地 但是MBL家里没有围好的关系 对方可以直接进来 黄金直接弃 哇这个金矿真的蛮尴尬的 太前方了 好但是还好还有剩下的黄金 可以去点下装甲步兵的升级 那阿兹特克这边居然没有先点装甲 凡是先点了一级伐木 那这边一级伐木点下去之后 待会再点装甲需要一段时间 这边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赶快去撒农田 阿兹特克这里没有点下一级农田 应该是第二轮的时候 才去点下一级农 好这里四棒棒再绕 待会还要在大概十三分左右 才会点装甲步兵 那通常这个时候射箱长弓兵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阿兹这边可点可不点 其实有没有点装甲 对于进攻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了 那最好是要这四只棒棒 可以拖到一些村民的采集 支援的时间会更好 好四只装甲已经来到了正方 后面这里直接被爆砍一波 血量掉很快 一只村民要被砍死了 好那这里村民一直在逃 好后面的肉马不敢去堵路 原来可能会被村民给捶死 好装甲步兵让对方收村就是赚到了 如果还能再收一个伐木场 那就是赚烂了 那看一下阿兹特克转弓兵还要一段时间 可是MBL家里已经有弓兵了 好装甲要转弓兵 这是玛丽很常见的一个策略 因为其实有一些新手玩家们 对于玛丽这国很不熟 会认为他尽管是走骑兵 那我是不是封禁时代也要跟着打骑兵 其实西里帝国并不是这一种游戏 就是他虽然特性是这样讲的没错 但是你前面还是要多多利用自己的一些经济优势 是蛮训练自己的逻辑思考的游戏 就是你前期不一定要打骑兵 也是可以打黄金兵的 封兵配装甲 阿兹特克这边三棒棒果然没有升级装甲步兵 这边看来情况不乐观 转装甲步兵浪费140肉 也没有办法打到太多的东西 不如把这个肉省下来 去点这个一级射 CP值可能再更高一点 那上方三支步兵 没有做到任何的事情 选择了何可以撤 这里工兵我已经来到了五支 MBL这里差不多要去补一下冰工厂了 OK冰工厂50% 还要再等一下 回头打下收掉三支棒棒 这里三支工兵往回走 好玛丽人点下了一级一射 好往回啦 这里要小心 对手这里有个高地 MBL这里要非常注意这个高地了 不能直接往前走 好但MBL先上六边高地 两边都想要从高打地 哎呦这边偷点了一支 護兵 好上了高地之后 弓箭手也没有立刻往后走 但是好像被戳掉了几支 同兵上前 左边这里小打 这里可能会死 哎呀被顶掉了 但工兵也抓到了一支 四支工兵打四支工兵 先点装甲步兵 然后用鹰刺头去争取一点时间 装甲步兵直接拉走 鹰刺头没有一级防御率的关系 被工兵是很痛 而且还是高打低 好玛丽人这里补了一个一级伐木 这样打起来 阿兹特克这边工兵秀的其实还不错 可以把MBL逼退了 还蛮不容易的 这个细节做得还是很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封建池袋会继续打吗 还是要 哎呦 直接双上 两个射箭场 哎呀 阿兹特克对于自己的 打法有点想法 那如果阿兹打双射箭场的话 待会升奴兵 还可以再接续打修道院 双修道院 打僧侣 黄金多加一点 然后再去转老鹰也可以 那这个也算是阿兹一个很强的打法 因为阿兹特克均匀的工作效率很快 所以爆老鹰速度也很快 那如果打双射箭场 待会再转一些少量老鹰 然后再配上僧侣 这个打法是无懈可及的 那待会再前置一个工程7制造所 就可以压制MBL的一个状况 好但是双射箭场 我们之前频道也一直讲过 双射箭场的优缺点是这样子 虽然优点是压制力跟衔接这个节奏是很好 但是缺点就是对方只要单射箭场 出这个毛兵就可以挡住了 那MBL这里是没有打算 要直接出单射箭场 而也是转了双射箭场 狼兵都是双射箭场出弓兵 那MBL这里还点了一级的步兵铠甲 还有攻击技术 看来是想要打建兵路线 没有打算要升城堡时代了吗 阿兹特克这边升城堡时代 已经快要可以点下了 好这边第一时间先手 点掉了对方MBL一只工兵 那MBL马上反击回去 这里有个高地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好工兵往上走 走欸 好继续走 好MBL这里是想要转一些毛兵了吗 两只毛兵 工兵毛兵混战 好阿兹等下了城堡时代 好这里十只工兵 三只装甲在的关系 所以老鹰现在不敢往上贴 城堡时代就去拖时间会更好 好这边高打第一 看一下这边操作 先点装甲步兵 还是要先点工兵 我觉得先点工兵比较优秀 但是装甲步兵不处理 自己老鹰会血量掉很快 但是这一工兵如果数量一少的话 也会直接崩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射工兵吧 这里要先射工兵 不射工兵的话会出事 装甲步兵还能处理 但是弓箭手就不好处理了 好这边直接被迫收村 阿兹特克有点亏 MBL这边顺利的 把阿兹特克这里的黄金给控了下来 看这个墓区要稍微离开一下 这村民要小心 都会死 剩一地 还是被点掉 尴尬了 MBL 这里 不是MBL 阿兹特克这里比较尴尬 但是阿兹特克这边 弩兵也准备要变身了 赶快升级弩兵二级射 赶快补下买卖一波 那家里MBL是完全没有防备的 而且离城堡实弹还有一段距离 这里装甲步兵赶快拆魔防 后面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好 那这里由于支援被控的关系 所以刚刚不能打出修道院 配这个老鹰爆的打法 这里打法还是被限制住了 现在只能用这个打法 好 那这里工兵决定在这个位置 没有要再继续往前了 那为什么他不往前走 是因为MBL随时可以盖房子 阻止对方工兵进去 那他将工兵一直在这边 绕一绕进不去的话 就有可能会被这些箭塔 撕到头破血了 所以并不是高手们 他们不敢往前 而是往前风险是很大的 好 往前 这边点掉 点掉一寸还不错 但是你看一往前 还是会损失几次工兵的 好 这里工兵数量还有蛮多的 9只工兵 5只毛兵 3只装甲 这里混兵混得很好 好 二级色装甲步兵 那马力人的步兵呢 是每升一个时代 远防都会加一点 封建时代的话是1加2 就是3点远防是最高 那待会升到了城堡时代 远防可以高达5点 所以奴兵射一下只有2滴血 所以马力人MBL应该是想要走一个步兵 跟长剑兵 马力流 如果是要打长剑兵的话 不能开TC 开TC的话 会很容易让你的长剑兵数量太少 反而会让你的压制力不够多 所以马力人MBL 这里打长剑兵 要思考的是 长剑兵这时候打 还会不会有优势 但是阿兹特克走工兵路线的话 马力人走长剑兵 又有点优势 又不是一个很差的策略 我觉得算是蛮强的 冒兵这边去追一下 这里保留下攻兵数量 后方的12支弩兵 过来集结一下 马力人 这里是决定升城堡时代 转装甲步兵 待会要同一波装甲步兵 转长剑兵了 阿兹特克点下了2级法木 攻刑剧 修导演也补一下了 打法还算是正常 继续射 再点一下 没有弹道学 这里6支弓兵 6支装甲 那这边升十代 没有打算打第一时间 去用装甲步兵 升长剑兵去压制对手的城镇中心 那有可能他的长剑兵是要拿来防守的 上方这边盖剑塔 来得及吗 OK 这我被点掉了几支 还可以接受 MBL点下了奴兵 护卫技术2级射 2级的步兵铠甲 现在很难点 长剑兵甚至也没有办法升级上去 先升努兵 主动权还是比较好 好 长剑兵出发了 还不是长剑兵 这里一定会升 这里不升长剑兵 那MBL 就是在搞笑了 这里断村了 断村应该是要硬点了 硬点长剑兵 200咯 OK 来到 长剑兵的肉够了 那会有步兵铠甲 还要200咯 再等一下200咯 诶 这里肉有点不太够喔 但这一头的工兵很守进来了 但是里面还有城镇中心 尴尬 这里工兵只剩下少量的三支工兵 配一支装甲 但是对手是3T C看龙MBL 这边视野已经看到了 那如果MBL这边要开农的话 很难追上 反而会对农 农出劣势来 看要不要去挖石头 然后用强军师压宝 去推进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好 现在MBL的长剑兵 原防现在是4点 待会再点个二防 就是5点了 看这边MBL也有工兵 玛丽的黄金兵策略是很强的 好 好 升点奴兵 拿奴胖 奴兵后面数量还有7支 这边高打的EU4实在太高 好 长剑兵上面砍得很开心 家里的奴兵终于解掉了 好 二级防御 这时候补下 但穿米树越被越拉越多了 快要来到差距17吋 再3吋就20吋了 马力人 这里还再继续爆步兵 没有打算要开TC吗 家里的奴兵也没在动 MBL这波有点 有点尴尬 还确定MBL是想干嘛 有点看不太懂MBL的操作了 好 那遇到这种黄金兵 配上长剑兵 正面要拆你家的打法 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挡 那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 弓兵继续出 阿兹特克弓兵一直按 不要停 然后奴炮 投射车稍微按一些就可以了 当然用城堡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 右边奴炮直接串烧掉了这些奴兵的血量 12只长剑兵 自己是找机会突破 但是没有机会 好 这里奴炮有点往前 这个长剑兵回头 好 让奴炮来不及回头了 这里只能硬上了 MBL这里肯定会开打 哇 这里长剑兵 只死了一只 奴炮换了四台 撞烂了 长剑兵直接冲到城市中心里 反正我有二防 你的TC怎么射都是 两滴血 不是一滴血 好 远防五就是这么的韧性 好舒服阿 走进去逛个一街 敌方城市中心一日游 好 但阿兹特克受不了了 你长剑兵这么无法无天 我就转暴龙士来对付你 暴龙士跟日本武士对打 其实是暴龙士会赢的 暴龙士打步兵是真的痛阿 基础伤害高就算了 额外增伤效果也是很高的 好 暴龙士这边是10加0 基础就有10点伤害 暴龙士蛮害怕箭矢的 所以这里要先消耗一下 暴龙士的工兵数量 工兵数量消耗完 才可以用暴龙士往前 好 结果这里长剑兵直接冲进来 城堡的射程里 拆掉了一台头十侧 好 又走到了TC这个位置 海少剑往下走 好 后方长剑兵 被敲掉了 但暴龙士也死了一只 好 暴龙士赶快来追一下 这边的长剑兵 好 这里有少量的聪明 一直被偷点掉 MBL这边聪明处稍微拉近了 一点点阿 没有 反越来越开 66吋打88吋 差距22吋 MBL这一招真的行吗 3TC爆长剑兵 加奴兵 这个打法 其实挺微妙的 防守方的话 就会比较压力小一点 毕竟他出这么多兵 你防守只要做好 不要有重大的这种 聪明死伤 死太多 的情况下 聪明还是会一路领先 科技跟兵力 还是会有所成长的 好 这里想要盖寶 但是MBL开到 你盖寶 那我投死车就要拉近 跟你打一波了 投死车第一发 没有砸到奴兵 奴兵后面被预判成功 投死车直接砸掉了5只奴兵 正面的投死车 还在打盖城堡村民 城堡村民又被砸了一发 很痛 再一发砸下去 但砸的是单只的村民 好 这里投死车要走了 常见兵走进去 奴兵要走 继续撤继续撤 左右两边都有城堡了 现在MBL要进攻 又更困难了一点 但这波打下来 村民差距又拉近了 72存打83存 村民差距只剩下11存了 好 那现在阿斯特克 这里的木头有点爆量了 好 赶快过来撒农田 哇 这个农田 傻的有点微妙 模仿竟然是该在那边边 好 包容是开始捶长剑兵 再一棒 敲掉 好 定 好 MBL点下轮轴技术 这时候要转了吗 转帝王 单TC转帝王 支援量稍微存一下就可以点了 好 MBL这边还在按常见兵 看来没有打算要 这么快的结束城堡时代 好 左边有一个小小的分队 偷射一下这里的村民 这里常见兵 赶快手撕 好 现在是左右开弓 偷射车 哎呀 被换光光了 好 偷射车从右边 加上暴行士往前推进 但是左边已经冲了进来 这里补一个城镇中心 这里想要补石墙有机会吗 哎呀 居然被补起来了 我的天 现在大家补石墙速度越来越快 好 长江兵再次过来 想要手撕 投死车 有机会 再一刀 好 后面的弓兵 已经没有带出了 现在是指出暴咏士 好 正面的部分只伤一片 暴咏士直接打掉了非常多的常见兵 好 这一坨奴兵解暴咏士应该是绰绰有余 好 暴咏士家里的问题也解决掉了 现在阿兹特克的村民树又开始拉上去了 17村 对上97村 差距20村 但玛丽兰这里有母子环 待会升到帝王时代 还有强奴 就只缺一个三级射 不然玛丽兰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强的强奴果 好 阿兹这里点下了一弓 好 MBL 直接轨转防御箭塔 哇 有点尴尬 暴咏士正面突破威力太强了 长剑兵扛不住 但还好后面有弩兵帮忙输出 才让这些长剑兵不会损失的太快 好 MBL 这里又继续用剑兵配上弩兵 全黄金兵压制啊 好 阿兹特克在这里也显得有点尴尬 怎么办 他的弩兵好多啊 虽然阿兹特克有银罐 这个直毛器 可以让自己的战毛兵 变成帝王战毛的素质 当然血量上是没有 但是伤害跟射程 都可以变得很远 所以要打对方的弩兵来说 阿兹特克也是有对应的方法 好 暴咏士反击回去 弩炮这边开打 但长剑兵第一次收掉弩炮 这里弓箭手还在秀 还在秀 有弹道学生很准 高打滴 打得很快 这个防务箭塔要被盖起来 这里暴咏士在下水饺 一直一直过来送掉 哇 这里防务箭塔又被盖起来 好 右边也是有更多的防务箭塔 直接眷养对手 把对手掀起来打 好 左边的位置居然有 偷开TC 阿兹特克这里也是很大的 好 防务箭塔 可以上奴兵 还有长剑兵 帝王时代还有两分钟 那有帝王时代就有巨型投石机 巨型投石机拆防务箭塔还蛮快的 好 这里有一波长剑兵走进来 暴王室赶快来救一下 好 后方长剑兵 继续砍 这里村民宿下降的有点快哦 好 阿兹这边已经开始布演了 直接全部手撕 攻兵数量非常多 18只 好 这里拆掉 上面也拆掉 全部都拆掉 长剑兵拆建筑就是快 但是遇到城堡真是无可奈何 好 阿兹这里有点 懵了 你真的就用长剑兵跟奴兵 就要把我给打穿了吗 那有人会说 那为什么阿兹这里不转奴兵 是因为马力人的远防真的太高了 转奴兵我觉得会亏啊 那当然阿兹大概也可以转出中头 配上暴宏式的打法 打步兵大刷其实也是蛮有用的 好 阿丽 MBL点下了手推车 单TC按马 按这个剑兵也是按得很开心 没想到单TC的经济量也还蛮够的 好奇怪哦 好 这里村民有点断村哦 但是阿兹特克这里 城镇中心的闲置来到更夸张 14分了 好 这里一个手师TC 后面奴兵直接射 好 要射倒了这个城镇中心了 阿兹也被破捕了一个亮望塔 防守一下 这里村民也是要撤退 后面木区已经快要被挖完了 只剩下一小撮的木头 好 这里巨头 有城堡的保护 看能数量太多还是保护不了 好 后面补了一个市集 趕快来买... 诶 不是市集喔 大学 要补防御箭塔 巨型头司机这里没有围好 还是被丢进来 尴尬了 但是有机会拆得掉吗 诶 没办法 好 左边长殿兵继续深入 MBL 好像要拿下比赛了吗 但是村民数还是有差距 而且阿兹的村民没有下降太多 好 三级射也有了 也有三级的铺兵铠甲 好 这一坨奴兵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好 这里阿兹大... 大量买卖 我靠 这个支援量买卖的很多啊 好 左边这个木区很危险 要赶快拉走 里面的木头中挖完了 怎么办呢 这边村民大量失业了 但是MBL这边的法御箭塔是越差越多啊 直接把将... 不再差啊 好 这里有一根城堡突然偷偷盖起来 MBL好像都没有意识到 等盖好才会发现 诶 这里怎么多了一根城堡 好 这里有三只... 常见兵 承受不了城堡的伤害 续星头11还在拆除作业当中 但是正面的常见兵数量有点多 好 这里要守司箭塔 阿兹这里回防 有点慢半拍了 好了 这里的防线被拿下的话会很亏 好 但是BOW的是第一时间回救 瞬间 敲掉了很多常见兵 但是常见兵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拿下两栋用塔 好 现在换阿兹这里 没有防守 如果箭塔再继续升插下去 会越难受 好 阿兹的步兵也不严了 直接A过去 哇 解掉这里的插箭塔村民 好 右边这根城堡 还是毅力不咬 这里也有空兵啊 NBL这个国境封锁策略 执行的还蛮 完全面的 好 左边这个城堡中心 看起来是被抓掉 常见兵直接手撕 好 有三级的步兵开架 NBL 现在有点难射穿 这个BOW的是 但工兵在这里赶走进来 就要小心被包掉喔 但BOW的是没有打算要理的意思 要直接出门了 好 PC被拆 现在村民数越拉越近 90村对113 那里有少量的BOW的是在骚扰 好 BOW的是从中间过来 这里赶快把这个箭塔盖好 但可能盖不好了 这里村民可能要死光 87.45% 好 下面的工兵也是控制了阿兹大量农田 两边都在互相伤害 但感觉阿兹受伤程度更高啊 现在阿兹只能靠左边的城堡 稍微骚扰到一下里面的农民 但是工兵的问题依旧很难解 好 但这边有点抓到了 哇 三级的步兵铠甲的暴龍室 真的是有点坦 没有精锐就这么坦 很难 好 玛丽这里打造有点痛 有点小亏 还好 村民数没有下降太多 79村对于89 村民差距只来到了10村 但是阿兹依旧有帝王时代的优势 巨型头时机还是可以慢慢生产 好 上方这一头暴龍室是关键 好 这里工兵越解越多 暴龍室这里又敲到了工兵 工兵死伤很快 好 后方的工兵也是让阿兹受不了直接手撕 这里的村民居然没有被抓掉 好 长家民回来 Double Trigger 应该是这个哨蛋看到了 再来以后边继续贯穿 这里的暴龍室数量 只剩下少量的不到10只 只剩5只了 后面的工兵手还在努力反击 好 暴龍室 这边终于解光了 后面补一个新的TC 左边这个城堡 暂时就这样子 但没有按巨型头时机在这里进发 就有点意外 这里按巨头 赶快拆掉TC 再去按暴龍室 感觉会更好 好 MBL 这边村民居终于跟对方持平了 80村对上80村 但这个金矿被挖走很伤阿 MBL这波城堡打帝王 把对方打到 好像对方才是城堡时代的那一个 帝王时代被城堡时代打成这样子 也是不容易 MBL这边头也是很铁 也是坚持不上帝王时代 好 这边弩炮效果还不错 好 串槽效率很好 好 掉 好 巨型头时机补了一台 是在这边吗 终于想通啦 阿姿 这里太慢想到了 好 那这里就尴尬了 怎么办了 这里村民要被砍了 MBL看到村民直接爆砍 也不管你有没有城堡 先砍再说 这里村民13有点多 村民处只剩下78寸对69 阿兹特克这里很惨 右边的TC被抓掉 好 这里奴兵又再次走到农田里 又抓掉了几只村民 好 后方的工兵再次承袭 左边这栋城堡 暂时解不掉 巨型头时机可以拆得很开心 好 现在两边谁先投降都不意外 但是感觉MBL投降机率更低 原分数已经赢了快要四万分了 现在已经赢了三万三千分 观看分数来说 MBL应该是很有自信了 自己觉得我还没输 那阿兹特克这里也觉得 我帝王时代 怎么可能打得输你残堡时代 赢你一个时代 但我没有军力 也没有军力 好像要赢 确实是有点困难 OK 家里的问题终于解掉 但是家里的防御箭塔的问题 还没有解掉 问题有很多 这个箭塔是到底有多多 看一下 我要求27个箭塔 有点过分啦 MBL 好 那正面的巨型投司机 好像用常见兵去解决掉了 暂时没有巨型投司机可以继续开拆 阿兹特克也彻底断金了 好 MBL这一波巨集 大量的常见兵42只 都来到正面 奴兵数量也来到37只 哇 奴兵的数量好多啊 好 少量狗兵进来看一下 但是被暴使打个 打到被逼退了 好 这里偷偷补一根箭塔 一只村民把自己围起来 后面的石墙可以撑一阵子 好 最后的冲锋阿 直接上了 这个目标是要打什么 守私城堡嗎 后面直接冲进来 好 先点了一只村民 直接走到农田下方 好 开始射击 守私城堡 太狠了MBL 杀人还要珠心 还不用工程器 直接用剑兵的刀 一刀一刀 把这根城堡给砍掉 太狠 MBL 太狠 好 这里 阿兹特克打出了GG 我们恭喜MBL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最后MBL出了293支的常见兵 对上111支的暴勇士 那这个城堡打帝王 也是打得蛮精彩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军机的部分 军机的部分是由阿兹特克输了 马力大约3000的资源 这个资源量还是输了一截 大概快要输了4000了 好 军事方面两边都是差不多快要1的KD子 好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上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